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在这个单元里面 请到台北中观堂的试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前面的节目里面呢 上师为我们开始谈到了真佛秘法修道正行的时候呢 有要入三摩地 在入三摩地的时候呢 同时这个入我我入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入我我入要如何关修呢 我们请教上师 是的 在三摩地的训练当中呢 连生活佛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入我我入关 那么刚好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连生活佛为我们开示了六种净律的方法 就是六天的修辞 原来第一个天就是圣义天 什么叫圣义呢 就是超圣的异地 那么在圣义天的修法 就是入我我入关 那么其实入我我入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入我 第二个阶段就是合一 第三个阶段才是我入 那么我详细的为大家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入我我入关 那么我们讲一个第一个阶段 入我的阶段 那么我们在前面几集的分享当中呢 我们分享到观想 分享到越伦观 主尊显现 那么在这个主尊显现的加持当中呢 我们持咒 在持咒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三摩地 进入禅定 那么这时候 所谓的入我 就是主尊 我们的智慧本尊 在虚空中 来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我们持完咒之后 那么智慧本尊 仍然在虚空中放光加持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做深呼吸调息 再把我们全身的气息呢 好好的再调整 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进入一种宁静的禅定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就观想虚空中的智慧本尊 由虚空中慢慢慢慢的下降了 下降到哪里呢 首先就下降到行者的头顶之上 所以我们观想这时候 主尊呢 就住在行者头顶的泛穴之上 那么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观想主尊 非常非常光明的 住在我们的顶穴之上放光 那么当我们观想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时候 我们在观想 智慧本尊在我们头顶上旋转 这个光一旋转化为一个非常非常强烈明亮的光点 这个光点呢 就像一颗米粒般大小的光点 就从我们的顶穴顺着我们的中脉就进入到我们心轮的八页连台之上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修法的智慧本尊呢 它就降在我们心轮的八页连台之上 我们心轮的连花就开放了 那么这个主尊就降在我们心轮的八页连台之上 这个观想的过程就是如果的过程 那么当一旦呢 我们观想的非常清楚的时候 那么主尊在虚空中它一切不可思议的光明的能量 含长整个宇宙十方法界的能量 就在这一瞬间就注定灌顶下来了 所以我说在密教的修法里面呢 是含长非常不可思议的宇宙观 以及非常不可思议的能量学 的一个我们转化的训练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 尤其在密教而言呢 密教的根本丧失代表的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深口意的本体 所以我们想想看 当我们观想根本丧失 它在虚空的时候 那么这个虚空中整个宇宙的能量 就除了根本丧失 整个佛身所放的光明之外 还含长着整个十方法界 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能量 那么当这一股宇宙的能量呢 从虚空中慢慢的降到我们头顶的时候 那么大家想想看 我们的头顶呢 是什么能量场呢 我们的头顶不仅是 我们根本传承上师的传承加持 我们头顶还住着十方法界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所有总体的能量场降在我们的头顶上 只要我们能够观想得清楚 这个法流的能量一降下来 这个灌顶一降下来 我们行者自身的能量场就大不同了 那么我们在观想 整个能量一旋转 我们知道整个旋转的力量 是最大的力量的 当我们整个一旋转 整个宇宙的能量旋转成一个光点的时候 那么这个光点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这个光呢 从我们的顶穴进入到我们的心轮 在我们心轮开放的八叶连台之上放光 请大家想想 在我们的心轮 是不是除了我们根本上师 一切的传承光明之外 还含藏着十方法界诸佛菩萨 一个本体的能量 那么我们的心在此时 是不是净土呢 这个就是密教 入我我入观 很重要的入我的训练 宇宙能量 进入到行者身中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 这个以前是认为 入我我入是很玄的 但是其实密法经由上师仔细的讲解 以及有次第的修行 其实再难也是可以做到的 一样可以成就的 今天非常谢谢视连院金刚上师 跟我们做的分享 同时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全新一季第七季的密中道次第广论 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同时如果您是已经归一的同门的话 您还可以来电免费的索取 真佛宗的真佛秘法修持的法本 免费的送给大家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 再次的感恩 视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集聚收看 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我们非常荣幸的在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 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视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连月上师为我们开始已经谈到了 在录三摩地的时候呢 入我我录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开始当中知道如何 做到入我的部分 那上师有谈到说 其实在入我之后 还要做一个合一 在我录 我们今天就请上师为我们开始 合一 好的 那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 我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讲解到 智慧本尊如何由虚空中 那么移住到我们的顶穴之上 然后移住到我们行者心轮的八页连台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么此时呢 整个宇宙的能量呢 就已经跟行者在链接了 由虚空中降入到行者的心轮 那么此时 智慧本尊 以一般我的修法 我的观想 我们的根本上师 因为 一位密教成就的根本上师 他是代表着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的身口意 所以呢 此时 根本上师 以及十方法界 一切诸佛菩萨的能量 就整个充满在我们的心轮 于是 我们慢慢的 在观想 心轮中 我们的根本上师 或者是我们修法的智慧本尊 慢慢慢慢的变大了 变大变大 然后 哗子一声 就跟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 合一呢 就是 佛跟我 是处在一如的状态 所以呢 此时 我们一个密教的行者 要观想 我们外在的身相呢 跟我们的根本上师 或者是智慧本尊呢 是一模一样的 外在 我们的 整个容貌 整个衣着 乃至于我们全身的光明 都跟智慧本尊 跟我们的根本上师 是 无二无别 一模一样的 那么 在这种 合一的 无二无别当中呢 不仅是我们外在的合一 也包含着 是我们内在的 一种光明体性的合一 所以呢 当根本上师 完全跟我们合一的 这个状态里面呢 事实上 我们自己 行者本身 不仅是与根本上师 合一了 我们此时 全身的能量呢 也变成 整个宇宙十方法界 不可思议的能量 全部散布在 我们的全身 甚至于呢 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 当你能够观想的 非常的维系的时候 甚至于行者 可以观想 我们全身的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毛细孔 都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都是十方法界 一切诸佛菩萨 这个就是密教 不可思议的秘密了 所以呢 当我们观想 与根本上师 与主尊 合一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行者 不仅是外在的身相 内在的气 乃至于我们的脉 乃至于我们全身 所运行的明电 就跟本尊是 无二无别的 这个就是合一 那在合一之后 其实入我 我入 合一之后 我们要做到 我入了 请问上 是什么是我入 这个我入 通常呢 是 没有办法去讲的 但是 我在这里 还是要跟大家 来说明 什么是我入 通常呢 我们在带同修的时候 可以带入我 可以带合一 但是 我入 是一个行者 真正进入到 圣僧禅定的状态 才会有的 一个再进一步的禅定 什么叫做我入 这个我就是指行者自身 那么你入到哪里呢 就是入到宇宙的大光明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紫禁光 能够跟宇宙的本体的母禁光 宇宙的光明融合 完完全全融合的状态 叫做我入 那么这个 如果没有真正进入禅定的话 那么这只是一个知识 一个观念 所以我入 在我们的一般修法当中 我只能说 我们进入到 入我 进入到合一 我们就进入到本尊的三摩地 以下我就没有办法带了 但是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当我们完完全全跟我们的智慧 本尊合一的时候 那么我们在进入到 在圣身禅定的时候 我们行者本身的心轮呢 就会慢慢的显现的 非常非常强烈的光明 这时就是我们自己 紫禁光的显现 那么当我们进入到 自己本身的内在 生起的紫禁光之后 此时一切物质的现象 物质的色身 全部都会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只存在于一个自身 紫禁光的一个明光的状态 那么此时呢 是没有任何的念头的 完全就是自己本身的光明显现 那么于是在这个光明当中 行者在继续深入 更深的一个禅定的时候 那么我们自己自身的紫禁光 会越来越强 越来因为心气的关系 会越来越恒定 越来慢慢的越广大 那么此时呢 在这个广大的光明当中 我们的紫禁光 跟宇宙本体的母禁光 自自然然融合为一 这就是我入 所以呢 在整个真佛密法的 三摩地的训练里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三摩地 能够让我们入三摩地的方法 但是这入我我入观 却是非常超胜的 光这个入我我入观呢 就是能够将宇宙的能量呢 不断地直接地灌顶在行者的全身 包含整个行者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面 那么在藉由行者自身所产生的能量呢 在跟宇宙的能量互相的交融 密教的修法之所以会是一个非常迅速得到成就的方法 在这一段里面呢 就充分的能够完全提升了行者自身的一个本体的能量了 所以呢 密教修法为什么叫做树极道 因为我们所链接的不断训练去链接的 是我们自己的根本上师 是宇宙的智慧本尊 是宇宙非常高层次的能量场 当我们不断地去链接这个能量场 那么来提升我们自己自身的能量的时候 我们身心灵的状态就会得到不断地进化与生化 那么未来呢 为什么密教的修法可以寄生成佛 当我们已然已经常常在做这样的能量场的进化跟转化 而且我们的念力经常呢 都跟我们的智慧本尊在链接的时候 未来在我们这个色身的因缘结束之后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呢 我们这个心灵的这种能量跟我们的念力 自自然而然就进入到我们平常 最习惯观修的本尊的净土了 那么我们自自然而然呢 意念根本丧失 我们的意念就直接进入到摩合双年词的净土了 这个就是密教在修行能够寄生成就的原因 当然虽然这个观念呢 这个传法是非常的超胜的 但是心还是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来自我训练的 所以在这一世呢 我们非常感谢曾佛中的根本传承上师 连身活佛 他将密教最精维最不可思议最深奥的智慧呢 完全用非常简易的方法来传授给我们 当然我们还是要尽失重法实修 把握这殊胜的法门 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世的修行得到真正的成就 是的非常谢谢世连月经刚刚上师跟我们做这么珍贵的开示跟分享 这个虽然说是一定要进入实修 不过我们刚刚在听您讲解的过程 自己仿佛已经发出了那个紫禁光 可以跟宇宙连结进入了我入的阶段 非常谢谢上师的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 您打电话进来呢 我们就免费的送给您全新第七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免费的送给您 同时呢 如果是您是已经归一的真佛弟子 您打电话进来 同时还可以索取真佛中的修法法本 也是免费的送给大家 不过是要是归一的同门才可以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一次的感恩世连月经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连生活佛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